當時英空本郊為了要慶祝警察和標榮26位自由警察 今年最特別就是本郊中甘言明 是請人訂做100隻警察英雄部 並來散後有功的記載領案 希望他們為了民眾來核武 也讓民眾能夠感受到警察的領情 當時也在英空本郊粉絲團 來基盤挑戰的活動 並來跟民眾動落 當時警察局英空本郊為了要慶祝警察和標榮26位 這個環境開幕 今年除了班長和尾門經以外 最特別就是本郊長手中 不像上海警察和寶寶作為報案 本郊長跟英明表示 會推出警察和寶寶報案 主要要鼓勵環境在這個情況下 要跟他們一樣的陰謀有創立 為民眾要讓民眾感受警察的烈情 不僅在過去我們打擊犯罪 要跟熊一樣要猛 要有勁 要狠 讓這個犯罪離開我們的地區 當然對為民服務來講 希望用熱情 用心 用溫度 讓民眾有感 所以我們此次推這個熊 最主要的目的是 不僅刺激 遠景 本身的士氣之外 也更能讓民眾體驗我們以後對民眾的一種服務跟熱忱 另外 英康文教在警察座為了可以跟民眾通路 他們最特別在英康文教粉絲團 基盤正常出沒 用康情好戰 抽中活檔 只要在粉絲團 到用康情最戰 加上警察的快樂 有機會將警察最寶寶報案 來使用康情好戰 瑜伽店帶回去 那由於我們當初在推廣這個打擊犯罪 有一個所謂的獲得警察雄的一種措施 也獲得很熱烈的一個迴響 那也為了慶祝今天是警察節 所以我們特別針對這個慶祝警察節的活動 來舉辦了一個抽獎活動 讓共同有參與 民眾能有這個機會拿到這個開箱 英康文教粉絲長跟圓明表示 警察最寶寶報案 在警察頭陪有治癒環境 全小命在你老大 是代表文教上官應有 來辦法治癒環境開幕 讓人的警察文化 可以帶有溫暖 可愛的氛圍 以此轉秀瑜伽店來掃個環境 希望在完成這行勤務以後 可以隨時拿出來做運動 來收到工作的壓力 維持健康的身體來為民服務 記者 肖建委應空區 蔡文伯德